哈喽大家好我是诺诺 欢迎收看我的任务生存第193集 我已经在挖矿了 这是第二趟 300个铜地早就够了 我这一次来呢主要是挖浮红矿石 三种浮红矿石每一种都需要100个 现在就防御浮红石有80多个 其他的才算40个 还差得远呢 有人以为有了铁炉子 一个矿能变两个就不用经常挖矿了 哪你知道还需要浮红矿石啊 但是一想到附魔都不用星星了 还是很开心的 刷怪塔都不用做了 那东西可真是劳民伤财呀 尤其是对农兴特别不友好 浮红鉴定需要浮红石 我想应该没有人会缺浮红石吧 你看看这浮红怪的暴力 少说也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吧 而且一次就是三只 哎呀这小小的个子打起着难可痛了 差不多一次掉十的血呢 像我这种脑不记得回血的人 就尽量被打死 爷这是谁 商人吗 哇塞这皮肤也太好看了吧 转过来 转过来让我看一眼呗 你怎么脑对着墙壁啊 哇哦真的好好看拥有 如果这皮肤有卖的话就好了 但是 但是她卖的东西还是很贵呀 不看了不看了漂亮的小姐姐我们一起喝个饮呗 好的那我先走了哦 我还没走几步就发现了三连太合金矿 是小姐姐给我带来的好运吗 背包再一次满了 我回到家中把矿石放进自动熔炉 然后再把符文鉴定一下 再看一下任务 主线任务她现在让我去逆眼星 我女生神都没打呢 你这么着急干嘛 咱做事得有始有终对吧 把她摆着 下一个语音之眼才对吗 再看看其他的任务 生产就差那么一两个了 不着急 然后战斗在内眼星还有一方恶战呢 最后其他攻击和防御符文石还差 效率符文石倒是够了 然后太合金钉还差104 红钉是够了 嗯还得去找空岛才行 有空再去吧 我先把语音之眼给做了 需要九个语音之星碎片 然后应该还需要九个黄洞钉吧 我记得上次就差一个黄洞钉 我气人不你说 嘿 你看旁边的任务提示 又变成你眼星了 我说系统军 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呢 我还就偏有现在语射神 气不气气不气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农古功都带上了 我本来呢 是想重新附谋一把功德 结果发现党功只能镶嵌一种符文 奴也只能镶嵌三种 卖冲锋倒是可以镶嵌五种 只能用之前的龙骨功了 把背包整理一下 然后传送到雨林 下一集再打雨传石吧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